我不能讓他知道 宗主 你聽見了嗎 聽見了 地面都跟著震了一下呢 快去陪人看看 出什麼事了 是 殿下 聽見了 按殿下的吩咐 一切皆按我們的計劃進行 沒有分好錯亂 儘管會傷及無辜 但只有這樣 才能讓私泡房的案子 真正發揮他的價值 私泡房炸了 是 據說是由於最近無血天干 火星崩落引起的 私泡房爆炸的當時 就已經被夷為平地了 附近受牽連的人家 大約有九十多戶 全都是毀於大火 燒了整整有一條街 私生如何 單是私泡房內 就已經死了數十人了 再加上附近受牽連的百姓 少說也有上百人 輕重傷者還有百事餘人 火事控制住了嗎 好在今日無風 沒有燒到下一條街 現在已經被鋪下去了 還是燒了整整一條街啊 還是燒了整整一條街啊 當時的火事根本就控制不住 最早趕到的京召衙門 只有那點人 即便是加上前來救火的百姓 也根本控制不住 要發生騷亂嗎 確實有一些奸詐之徒 趁機開始轟搶 巡防營的人趕到了 一時也鎮壓不住 好在最後 靖王帥親兵趕到 才算穩住了局面 錦炎也去了 靖王殿下 還支出了一些 軍中的帳篷 用於安置災民和傷者 太醫院裡的太醫 目前都在觀測上 一時也調配不開 他就派人出資 徵用民間的 屬下已經命目前 尚在京中的藥堂的兄弟 前去支援了 做得很好 靖王殿下 照理說 正月快要過去了 燃防炮灼的人 越來越少 私炮房應該過了 最危險的時候 可是偏偏在此時 發生了意外 宗主您是懷疑 此事是人為的 要不要我去查一下慾望 看看能否查到 他有意引發此案的證據 這麼多條人命 可不能白死了 有任何線索 馬上報給我 是 你說什麼 什麼叫私炮房爆炸了 我不是已經 叫你們停了嗎 是啊 自從殿下傳訊 說沈樽已經查到了 私炮房 屬下是分毫不敢耽搁啊 立刻派人去收解轉移 只希望儘量在查封之前 能夠多了結一些 昨兒忙了一夜都沒事 沒想到今日 到底是怎麼炸的 屬下也不知道 也許是搬運得急了 也許是有火星 畢竟那是個黑火藥廓 這 只要見到一點明火 便會立刻炸開啊 有火星 馬上去找謝玉 把巡方營調過去 圍住現場 一個人都不能進去 巡方營已經去了 可是 金肉營府的人 卻是仙道 現在連敬王府的人也到了 就算強行把他們趕開 殿下 這事 這事也瞞不住了呀 瞞不住了 瞞不住了 來人 備撤 殿下 殿下 救命 來 你們兩個 那邊看著 是 找仔細了啊 好 站住 此處先紮刃刃的不得入內 你是做什麼的 我找他 列將軍 進去吧 蘇先生 列將軍 進往殿下呢 在裡面 還在勘察爆炸的私砲房 快進去 臨阪 參見郡主 郡主 蘇先生 穆王府送來一些可用的東西 去接收一下吧 是 臣子 打了 臣子 殿下 郡主 靖王殿下 蘇先生這麼快就到了 这金钟大事 果然都讨不过苏先生的法眼 在大梁的京城帝都 看得如此场面 实在是太过惨烈 都是些勤勤恳恳的小百姓 谁又会想到 在自己家的隔壁 会有个黑火库 真是时也命也 能多过一天就好了 多过一天 多过一天又能怎么样 护部沈大人昨日告诉我 他已经剧本上报 请求陛下恩准金兆银府 协助查封这座私泡房 他当时很自信地跟我说 一两天内 猪皮很快就会下来 没想到 折子才递上去一天 就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意外 殿下真以为这是个意外吗 苏先生是在暗示什么吗 这原本是一件贪毒之案 可是这一诈 这件事情就不仅限于朝堂之上了 毕竟关系到几百条人命 民愤民愿会成鼎废之态 如此一来 东宫受的惩罚也会更重 殿下细想 这件事情闹大了 谁会是最终的受益者 这是为了加重打击太子的砝码 他们就能如此草剑人命吗 这是苏先生为豫王出的齐谋吗 小锦爷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苏先生对形势推测得如此细微 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无论何种缘故 将恶毒的罪名 怎能想扣就扣 苏先生入京以来 有何种地方惹到了你 你要这样羞辱于他 郡主 怎么 难道就往殿下离了沙场 连说了错话 给人道歉的道理都不懂了吗 郡主 殿下并非是故意的 无论是谁这么说都有恶意 更何况是他 郡主 好 殿下误会了 这并非是苏王出的主意 是我刚才誓言 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你已经是东宫的太子 怎么还如此贪力 不能怪我贪 要不是老五处处紧逼 为了对付他 我这花钱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会认为了